赵怀珍也算是一个老赖吧 伤害一般抓人能力一般 但是就是喜欢赖着不死 其实我个人觉得赵怀珍技能还是挺帅的 海纳白春一如可刚 直接教你做人 之后还是老样子 看了一下装备 大部分都是边野吧 每次看到边野 我都在想能不能打双烧啊 既然气氛到这了 那咱们是不是也来一个双烧两件套 强不强先暂且不出来 这局赢是肯定的呀 我对我的粉丝还是很 这把开局对象是我们吕师傅 吕兄弟 这个玩意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躲他的一技能 没挂真伤的吕布直接上去而已他 这一刀接就行 由被动跟着 吕布的技能是有前咬的 所以利用好一技能是可以换相的 差不多了 这个血量到斩杂线了 利用被动吸附直接站多就行 交闪不杀呀懂不懂 双烧六的奥爷就是在反野好 这边我们点尾过来抓了一下 这比部还急的 二镜线起走 来个大招直接守点 你们知道对抗的最高嘲讽点是什么不 哎满血呀 小吊一下 然后到这个位置 哎我就是不是啊 就是等 OK来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快呀 溜的 这波状态是满的呀 不用走啊 等他过来就行 我就不信谁能忍住这个呀 出来哥们儿还是有点小怂啊 先上个技能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二镜去顶的 控制反映 伤害顶掉 稳赚不愧 先拉位置等一下 我天 这个位置能打到 打底部千万不要怂 已经被打到逃不逃没什么意义了 哎呦被骗了 放大 大招伤还吸满一点 在出了红联之后 咱们就是一个成熟的对抗 又是这个吕不汉 我说过 他这个一技能后要蛮大的呀 先一少讽 二技能躲开 我就问你拿什么狗的 天脸平啊 没权进军 技能补上 这个霸体是真的爽 来 这波给大家表演一下 那一直不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